第135集 黄氏看了眼徐慧,又看向杨如新 馨儿呀,你跟清衡也算是两情相悦了,要不然先定 娘 还没等黄氏说完呢,顾清衡就叫了一声 黄氏只能善善地笑笑,将后面的亲子给咽了回去 顾清衡示意顾言,将自己推到杨如新的身边 你叫我包包子 他跟清衣有约定,就是不希望别人来插手他们俩之间的事 他知道逢是要说定亲,可是就算定亲 他也希望给清衣一个完美的仪式 如今他看不见如何能做到 杨如新笑了一下 好,然后就开始拉着顾清衡的手 告诉他如何拿瓶,如何放馅儿了 徐慧的眼里满是失望 他也明白冯氏要说的话的意思 真要是那样,他心里也好过一点 毕竟人家是认真的 定亲了,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是没想到,顾清衡却打断了 那就是不想定亲了 那是不是,等他好了,就不要心儿了 娘,要不,你歇会儿去吧 杨如新皱眉,看向徐慧 缝衣好不容易擀好的皮,你又会揉成团了 徐慧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拿的包子皮 已经被他捏成了面团了 顿时有些尴尬的笑笑 哇,刚才想的是太出神了 还剩下不多了,你们都出去吧 姚如新知道徐慧的心思 可是,懒得解释 因为跟他基本解释不清楚 说的时候明白 可是一转眼,该担心还是担心 该心软还是心软 所以解释什么的,屁用都没有 王氏一看,就真的放下感冕杖 过去拉起了徐慧 咱们出去吧 妻儿的手艺没问题 你看,清衡这么会儿功夫,也会了 徐慧虽然不愿意 但是,也只得跟着出去了 大姐,我 尔妮有些局促 你想帮忙,就留下吧 姚如新看了一眼尔妮 不过,你自以为是的那些话 就别说出来个应我 啊,大姐,我,我不说 二妮急忙摇摇头 我没有,没有自以为是 我,我知道好歹的,真的 那就好 妻儿心点点头,然后继续叫着顾清衡包包子 顾清衡却停了下来 看向儿妮儿 雪儿妹子,我知道你其实也是担心你大姐 但是放心吧 我不是使乱中气的人 只要你大姐不嫌弃我 这辈子,我都不会嫌弃她的 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 同意不同意 我都会是你们的大姐夫 绝对不会换人 所以,你最好做好 心理准备哦 顾,顾大哥,我 二妮儿的脸顿时红了 我,我 大姐夫 顾清衡顿时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来 妖儿心却愣了 看着二妮儿,有些反应不过来 三妮儿这样叫,也就罢了 那丫头痛快得很 可没想到,二妮儿竟然也开口了 啊,孟儿都叫了 我也,二妮儿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索性起身 我劈柴去了 感觉守着这两人 她话都不会说了 喂,你给那两个丫头 换了什么迷魂汤了 妖儿心忍不住 白了脸顾清衡 竟然就这么 猝不及防的 让他们都站在你那边了 哼,还不是因为我魅力无双吗 顾清衡伸手握住了杨如新的手 他们这时,有眼光 杨如新哼了一声 然后将手抽出来,继续包包子 哼,要不然 怎么会有人趁着我睡着的时候 偷偷地亲我呀 顾清衡压低了声音 你 杨如新瞬间瞬间 杨如新瞬间瞪眼 你没睡着呀 睡着了 但是我有感觉呀 顾清衡摊摊摊手 要不然 也不会知道某些人 那么的 嗯 顾清衡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杨如新伸手 抹了一下对方的腮 将面粉粘到了顾清衡的脸上 我是得了便宜 还想得 顾清衡一把抓住杨如新的手 把她拉进了怀里 低头亲上了对方的唇 梁九才终于窥探了一声松开了 看看 这样亲亲是不是更好呢 杨如新的脸爆红 哎呀 你赶紧放开我 一会有人过来了 不清衡也知道 见好就收 随即就再次亲吻了一下 对方的额头 这才松开了手 然后腻腻歪歪地开始继续 后面包包子的收尾工作了 暂且放下 杨家小院里的甜甜蜜蜜 再说吕寡妇 之前回到家之后 就一直琢磨着要怎么办 出不了门 也勾搭不了男人了 倒上周围的人都奇怪了 都在议论 难道是因为嫁给杨老四 转了性了 但是 当杨家的事传出来之后 大家就都惊悚了 这吕寡妇不是转性了 是害怕了呀 不过 这个事之后 反而让以前那些 原本想勾搭吕寡妇的男人消停了 生怕着吕寡妇 跟自己好了之后 又去跟自己的兄弟上抗 那到时候 兄弟打仗 可就麻烦了 这道上吕寡妇清静了好久 一想到杨如新的狠力 他就害怕 就盼着当初那个神秘人赶紧再来 他将银子还给他 让他去找别人吧 当然 他压根就没想过 要去探望一下 因为他而受伤的杨家的 两个男人 等了几天 也没等到那个神秘人 却等来另外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胜 你怎么来了 吕寡妇看着进门的王胜 也不奇怪 因为 其他的男人来 都是天刚黑就来 舒服完了就走 回去 还得跟自己的婆娘睡呢 只有这人 每次来都是下半夜 而且是翻墙窍门 哼 我想你这个骚货了呀 王胜进屋之后 就急不可耐地上了炕 这几天都一个人 难道你就不想 有人 舒服舒服你 吕寡妇却白恋王胜 我没心情 对这个男人 他是真心看不上 但是 又不敢得罪 因为不高兴了 他是真的能打他 所以 既然来了 那就从了就好了 好在这男人活好 有力气 伺候他 可是很舒服的 完事了 一般都会给他 吃的用的 也不吝啬 所以 也就这么地勾着了 你还想着 羊家那俩呢 王胜也不挠 开始脱衣裳 靠住你 那俩都废了 你就死心了吧你 说着 钻进了被窝 开始不老实起来 吕寡妇翻了个白眼 推开对方的手 我可没想着他们 哼 你将整个羊家 可谓搅和的是 翻天覆地啊 嘿 我还真小看了你了 王胜也没脑 反而黑黑一笑 你这心 也够狠的 吕寡妇 微微地挑眉 哼 那你还不离我远点 欢意 王胜却刺拉一把 撕开了吕寡妇身上的解衣 哼哼 我还真不怕 我宁愿被你搅和 说着 将自己的衣裳 也扔到了炕头上 这两天 我就担心你 孤枕难眠了 我得了空就急忙过来了 你看 你这不是真的 还没睡吗 哼哼 吕寡妇邪了眼王胜 哼 你就不怕 你家的那只 木老虎吗 他都睡不着 好几天了 哼 他不敢啰嗦 王胜又去扯 对方的蟹库 敢啰嗦 我大嘴巴子 我抽过去 那我要是 拒绝了你 哼 你是不是大嘴巴子 也抽我呀 嘿呀 我哪里舍得呀 王胜 冲了进去 哼 怪不得我家那死小子 也惦记你 哼哼 吕寡妇笑着 用腿缠住了 对方的腰 哼 那你们父子二人 要不要哪天 一起来试试呀 我还没睡过 那么小的男人呢 哎呀 你个浪货 王胜顿时发狠的 开始用力了 吕寡妇尖叫了起来 整个屋子里 就剩下激烈的喘息声 而此时 一个黑影 从院墙上翻了进来 站在门口 听着屋里 一声高过一声的浪叫 那垂在身侧的手 不自觉地 就握了起来 屋里一波激情缸 第二波横门来 两个人 聊起了天 怎么样 我比那杨老四 和杨老二如何呀 王胜趴在 吕寡妇的肚皮上 喘息着 他们怎么能和你比呀 吕寡妇闷眼如丝 那杨老二 也就那么回事 至于杨老四嘛 说实话 要不是 他那张脸好看 我都没耐心跟他睡 每次都要折腾好久 每次都弄得人家火急火了的 还得装着很舒服 也怪不得 他生不出儿子呢 哈哈哈哈 皇上大笑了起来 哎呀 真的 哪里像你啊 吕寡妇动了一下身子 看看 现在还这么有劲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爷们儿 嘿 爷们儿喜欢你这样的娘们儿 王胜得意了 又开始第二波的进攻 屋外的男人 面色猙獰 他不是别人 正是被说不行的杨百福 从家里出来之后 他就迫切地想见吕寡妇 大白天的 他不好意思出现 就在村外的林子里猫着 结果却睡着了 一睁眼都后半夜了 急忙熟门熟路地翻墙 进了吕寡妇的院子 却没想到 吕寡妇刚才的话 冲进了杨老四的心灵 而屋里 那不断传来的声音 更是让他心倍加煎熬 顿时 一股热血冲上脑门 转身去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抬腿 就将房门给踹开了 一鹤也不停息地冲了进去 罩着炕上 正在运动的两个人 就砍了下去 原本静谧的小山村 就在众人都在睡梦中的时候 却被一声凄厉的惨叫 和呼救声被打破了 当听见动静的人们 匹医跑出来 到吕寡妇家的时候 都被惊呆了 就算是吕寡妇现在 一丝不挂地躺在炕上 也没人会有 龌龊的想法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倒在血泊中的男人 快去到村长啊 有人喊了一声 哎呀 叫大夫来呀 于是很快 董家村的村长来了 后面还跟着村里的一个大夫 不过是大夫水平有限 平时也就会包扎一下什么的 此时看着王婶 都忍不住 哆嗦了一下 那刀是从左眼 斜着屁股来的 直接延伸到了右塞 忍着恶心 看脸村长 哎呀 这个 还是要去送医馆 我实在是 他实在是 下不了手包扎 但是 却也不能不包 用了布条 将王胜的伤口 给包了起来 最后 大家只得赶紧 去找了牛车 然后准备将两个人 送去大埔东村 并且 让一个腿脚快的小伙子 先去通知李毅 还有王胜的家人 毕竟这周围 医术最高的 就是李毅了 比起去镇上 还是找李毅 快一点 大埔东村 正好在董家村 和镇子中间的位置 吕寡夫也不知道 伤在了哪里 也不敢乱动 就让几个有力气的婆子 过来 检查了一下 发现 竟然一刀 砍在了左胸上 因为她当时 趴着的 也正好没看见 好在 趴在了枕头上 将那伤口给堵住了 此时 人翻了过来 大夫也顾不上许多 只能赶紧过来 撒了点药面子 然后用布袋子 给缠住了 但是伤口太大了 根本就止不住血 牛车很快就来了 村长找了几个 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将两人送走 这边还琢磨着 要去报官 毕竟这是两条人命啊 万一真的死了 他这个村长兼李政 也就完蛋了 这么一折腾 小埔东村的人 也给折腾起来了 顺带着一和之隔的 大埔东村的人 也听见了消息 杨若新因为住的 离着村子远 所以当晚虽然感觉到 村子里似乎隐隐的 有动静 也没当回事 真正得到消息 已经是第二天 快晌午的时候了 杨若林和河东过来 给杨若新送车子 将这个消息带了过来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 杨若新觉得 光做虾酱的收入 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所以他必须要做生意 而吃时的生意 来钱最快 之前他做了肉夹馍 大家都反应很好 扛饿还美味 只是煎面果子 要是没平底的锅 是不好做的 今天车子终于来了 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生意 坐起来了 汐儿 你看看这车子怎么样 按照你给的图纸 我跟祖爷爷研究了好久呢 你看 这里放炉子 何东来很热心的 给杨若新介绍车子的结构 这炉子 还有你要的这个锅 都是我打出来的 其余是如林哥做的 哎呀 太好了 杨若新很惊喜 比我想象中的 要好得多呢 杨若林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很紧张 生怕这个妹妹不满意呢 何东来也笑了 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王家出事了 你知道吗 王家 哪个王家呀 杨若新看了眼 何东来 心里不由地 咯噔一下 出什么事了 何东来就将听说的事 说了一遍 昨天半夜 送到李叔家的 去看见的人说 可吓人了 李叔给处理了一下 就没敢耽搁 直接送去了镇上医馆 也不知道现在 这人是死是活呢 什么 杨若新惊惊了一跳 你是说 杨百夫杀了王婶 和女寡妇 过去 这消息太劲爆了 都这么说 而且 昨天有人在往 董家村走的路上 见过他 现在大家 也在到处找他 但是都没找到 杨若林也叹了口气 唉 今早有人也过去 跟老祖说了这事 董家村的人 已经去衙门报关了 祖爷爷都生气了 说是准备开祠堂 将杨百夫给出族呢 都不知道 你家爷奶 到底是怎么想的 杨若新撇撇嘴 还能怎么想 就是觉得他那儿子好呗 你说 真的是四堂就做的吗 何东来 有些接受困难 杨若新吃笑了一声 这事都不用怀疑 肯定是他做的 都下狠手 将自己哥哥的蛋都捏碎得住 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如果王胜跟吕寡妇 正在苟且的时候 被已经受了刺激的 杨百夫撞进的话 没砍两个人起十刀 让他们当场毙命 已经算是杨百夫胆小了 不过他却不能这么说 只能笑了笑 不是报关了吗 现在也会查清楚的 杨若林看了一眼 杨若新 眼里闪过了一抹 了然的光 然后拉住了 还哆嗦着的何东来 这事有官府定论 咱们别议论了 收不早了 咱们该回去了 何东来也瞬间明白过来 不由得笑笑 然后跟着杨若林走了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三妞儿 也吓了一跳 不过小丫头 很快反应过来 撒腿就往外跑 我去打停一下去 我跟你一起去 周小一看 急忙跟了上去 星儿 你说你死书真的 许慧嘴唇都哆嗦了 旁边的二妮儿 也是脸色苍白 这样的事儿 有些超出了 他们的接受范围 是不是她 都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就好好的 过咱们的日子就好了 杨若林看了眼 徐慧和二妮儿 你们俩胆子小 耳根也软 就别打听这些事儿 最近也别出去 那杨老四 如果真的发疯 可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们在家里 该吃吃该喝喝 照顾好几个小的 就算你们的功劳了 之后需要你们做什么 我会告诉你们的 家里有小绿的那些蛇小弟 暗中守着 谁也进不来 更何况还有小白呢 母女两个急忙点头 杨若新则转身去了顾家 这个时候 顾清衡在泡药玉 方天泽在扎针 是不是出生事儿了 顾清衡整个身子泡在浴桶里 上面还盖着大棉被 只落个脑袋在外面 看上去莫名的有喜感 这还是上次被羊肉新用棉被盖过之后 发现药玉比长口泡药好很多 所以这两天就开始泡药玉的时候 盖上棉被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山里汉》 《蜡山里汉》